歡迎收看娛樂有意思的 聊八卦 好的 今天要聊的八卦呢 就是之前 朱洋變色 現在變成 朱洋有望複合的 周陽青跟羅志祥的 複合戀曲啦 所以已經開始傳出來說 就是在去年4月 周陽青小姐在他的微博上面 不是發出那個上千字的 毀滅式分手情書給羅志祥嗎 那一個毀滅式還真的把男生毀到極致 我覺得羅志祥可能真的已經 就是你知道失去掉了好幾億的收入 但是沒有辦法嘛 因為這種感情的事情 本來就是很備受關注的 不過最近的時候呢 又傳出周陽青跟羅志祥 有可能複合的兩大徵兆 阿比你來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徵兆是什麼 周陽青那時候有參加一個大陸的綜藝節目 那當時呢 就是當時的在場來賓也有歐陽娜娜 然後那時候歐陽娜娜就是 可能要發那個玩偶給大家 結果後來呢 你知道周陽青選擇什麼嗎 他選擇什麼 一隻粉紅小豬 然後當下呢 他選擇的時候呢 歐陽娜娜說 我就知道你要選擇那一個 然後周陽青那時候就是還有羞澀 對 就是那個網友還翻出說 那時候他那個視頻上面 周陽青那種面露那種害羞的表情 所以大家會覺得 這個表情一定有鬼 結果沒想到呢 前天啦 21號周陽青又發 就是在他的微博上 又發布了一個訊息 然後他訊息就寫了一個說 希望今天做的決定 未來不會後悔 然後但是他的圖是那個美食的圖喔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今天做什麼決定 你希望未來不會後悔啊 然後就有網友啊 好事的網友就會在下面留言說 欸你到底做什麼決定 可不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 然後結果周陽青還神秘的說 兩個月後我再告訴你啦 欸而且這張圖我有看 它是那種兩個人的combo 就是它有兩根香腸啊 然後還有兩個餐盒 感覺就是旁邊有人 對 到底是什麼事情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會讓人家說 欸好像有兩個餐點吃 它有一個新的戀情 對 沒想到這時候呢 羅智祥發了訊息了 他的微博上面 他發了什麼你知道嗎 他發了說 今天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對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他也是圖文不符 他就那個他說 就羅智祥他發文就是說 欸你今天做一個重要的決定 然後就發體重計 然後就發體重計 就是說好像成功甩肉10公斤這樣子 對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 欸 女生發美食喔 可是男生發體重計 這有沒有莫名的那種關聯 因為網友就會聯想 聯合感 對 其實我覺得周揚青 很喜歡在 就是用微博 就是他跟川普有點像 就是川普很像 他在Twitter上面 就是一直執政 然後周揚青就是一直在微博上面 就是不管是他會用他自己的主要的帳號 或者是他的小號 然後都會發布很多很重大的事情 在上面這樣子 不過其實周揚青跟羅智祥分手之後 他真的是風生水起 就他的演藝師也整個水漲船高 對 不管是他自己就是 設計的衣服品牌啊 對 或者是他就是在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歐陽娜那個節目 他有受藥上就是入縱的這個 潮流合伙人2 對 然後他跟裡面的陳韋婷先生 就是有一點就是互動非常的良好 然後就是傳說說 欸 周揚青就是喜歡像陳韋婷這樣子look的一個男生 對 就是在陳韋婷那時候 35歲生日的時候 他就是在他的那個 微博上面就有發布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樣 這樣什麼意思呢 就是 欸就是W 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雙V啊 勝利就是要慶祝他那個35歲生日 沒想到當天 陳韋婷生日當天 周揚青他也 就是在他的IMS上面 就是打扮的就是一個小雏菊造型 小雏菊花的洋裝 對 然後做的非常的夢幻仙女的一個造型 然後也是跟陳韋婷一樣 比出這樣子的一個姿勢 蛤 欸 怪怪的 怪怪的 其實以前我們以前高中跟男生曖昧的時候 不是也會這樣嗎 就是可能故意穿他的外套啊 一定有對不對 有 故意跟那個喜歡的男生借外套來穿 對 然後不然就是故意跟 就是喜歡的男生用一樣的比 HIGH TECH C 0.4 有沒有 就是很喜歡來一下這種 你知道小曖昧小訊息 然後那時候就被傳說跟陳韋婷 其實唱下有多首 陳韋婷先生可能是在一起的關聯 所以大家會說 剛剛阿炳提到的他們不是發照片說 有重大的消息嗎 對對對 就是有網友說可能他是跟陳韋婷交往啊 也不一定是跟羅志祥 其實羅志祥這一年新聞真的也沒小過 對啊 你要不要跟我們說看看 他跟那個余大夢小姐的事情 余大夢呢 他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是 世心小花 世心小花出身的嘛 你知道他曾經跟誰傳過緋文嗎 余大夢嗎 對對對 他跟誰 黃莉 Stanley 音浪太強不晃會被撞到地上 你怎麼不唱啊 因為他真的出道海盤書 因為他就是從那個大學生的眉 就開始很順的他的心圖 然後後來又演了一個N時代的青春將領 然後他那時候呢 其實無意間就跟那個劇組人員講說 他被網友拋棄了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他男朋友是誰啊 他那時候就好像跟同劇組透露的時候 他的男友就是個鐵網巨型 結果後來2016年底 他的朋友就是跟禁周刊 就是爆料 說這個人就是羅志祥 但其實這些都是沒有被佐證 然後羅志祥也沒有出來承認 這是必須要說明的 這只是余大夢的朋友 私下透過的禁周刊 而禁周刊就是對比 就是他朋友傳給周刊的那些截圖 余大夢就有說他好像要去哪裡 跟天王見面 然後對比一下那個地址資訊 才發現 哎呀 就是他家啊 對 就是他家啊 就是他家啊 對對對 但是搞不好余大夢也是跟 就是跟他住很近的男女星在一起啊 可是因為後來又有傳言說 有可能是這個女生為了 要讓那個戀情曝光 才找請朋友找狗仔來拍啊 羅志祥就是也沒有回應 余大夢小姐自己本人也沒有出來回應 OK就是一個禁周刊的一個獨家報導 對 之後 跟你講羅志祥真的很道理 他應該是半太歲沒有發安 他的助理劉東東先生 就是因為酒駕被抓到 然後就被曝露出 喔是羅志祥的助理 你記不記得這個新聞 有 鬧得非常的大 他的那個臉書的帳號被盜了 他自稱是被盜了 然後就被網友接出他的對話訊息 他跟一個朋友就是在聊啊 就是說 欸羅志祥最近就是為了要洗白 所以他就是一直不斷的就是上媒體洗白 因為羅志祥的綽號在他的朋友圈裡面 就是叫我主任嘛 這大家都知道 然後那個對話訊息就一提到說 主任他最近就是跟一個就是網紅 就是每個禮拜都有做一次 然後還擠一下那個網紅的照片 然後傳在那個他們兩個的私訊內容裡面 然後說欸就是這個網紅 然後那個對方還說 欸是不是上次唱歌的時候那個網紅有出現 他說喔對啊就是他 對不過事後 劉東東他馬上旋風式的就是聲明說 他的帳號被盜了 而也去派出所報案 就是檢察局報案說 他的帳號就是被大人家盜 要救出這個就是散布謠言的網友 然後羅志祥的經紀人小雙 他也立刻就是發新聞稿說 這個對話紀錄的是有不正常的結合點 然後疑似是被你在暗花節目的 所以請網友不要盡興 可是這個已經對羅志祥的形象非常受傷 其實以前很小我就開始在看他主持很多那種 就是沈玉琳的節目 那種整人節目少年兵團 然後一直到他後來就是 變成亞洲舞王 亞洲天王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是真的在很努力的在他的演藝事業上面 只是因為 就是敬米色 去年2020年就是4月發布這個毀滅式的分手信的時候 然後就是說他就有說他一點都不會覺得可惜 因為他真的太渣了這樣子 然後也有提到說他就是時間管理大師啊 然後喜歡多人運動這件事情 不是把南方的形象說錯 最近這幾個月有新認識一些男性朋友 但是最後都被我儲存哥們了 從去年4月到現在差不多快一年了 其實這中間當中也有傳出他們兩個疑似複合的跡象 就像周揚青 因為他不是為了羅志祥才去學那個繁體字嗎 他之前就是有截圖他跟他的朋友聊天的訊息內容 然後他還是用繁體字 沒有改回來 大家都說那你幹嘛還用繁體字 是不是還有在跟羅志祥聯絡 對 然後還有就是他也有PO出羅志祥的朋友跟他的合照 所以王羅說那你們到底是不是複合了這樣子 你覺得還有可能複合嗎 我覺得如果說 因為其實周揚青在羅志祥身上花了蠻多時間 9年 對啊 9年內 一個對一個女生來說其實是應該還蠻難忘的 其實其實說她曾經做過傷害她的事情 但如果說就是 就是男方願意認錯又不願意回來那幹嘛 我覺得是你們會原諒嗎 我的話喔 我應該會看一下她現在目前對我的那個意思是怎麼樣 就是在羅志祥他其實在 毀滅世的分手信之後呢 其實因為莫大概過了半年 他有在他的那個微博上面就是有發文說 謝謝你請等你回來 就是羅志祥自己發文 然後大家有眼尖的網友就發現周揚青他用他的小號 就是另外一個賬號去點那個的讚 後來很快又把它收回 然後他就想說 欸 就是這兩個人到底在搞什麼 真的很讓人家匪夷所思 所以現在又爆出就是 啊他們有可能會複合的跡象啊 就是其實也是蠻祝福他們的啦 就是希望說 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啊 男生也要學會教訓 如果他們就是複合之後 或者是再跟另外一個對象在一起之後 就是一定要記取那時候 你上一段戀情分手 給你的一個那個 但如果改不了的話那就算了 其實 好啦 你們都這樣嗎 對啊 欸你在講渣男羅志祥會告你喔 也是 可是我沒有講他 好 好 好